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男孩在一旁也不甘示弱 他小小的身躯里仿佛蕴藏着无穷的力量 曾经有网友片面地认为 小男孩只是个累赘 会拖慢剑方的进度 然而 随着工程的推进 小男孩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他乖巧地听从康特的指挥 跑前跑后的帮忙递工具 搬运一些较轻的建筑材料 尽管他的力气有限 但那份认真负责的态度 却让人动容 在炎炎烈日下 他稚嫩的脸庞被晒得通红 汗水湿透了一山 却依然没有半句怨言 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康特看着小男孩努力的样子 心中满是欣慰与感激 他知道 在这个艰难的时刻 小男孩的陪伴与协助 犹如一股清泉 为他带来了一丝清凉与慰藉 他们之间虽然没有过多的言语交流 但彼此的默契 却在一次次的协作中逐渐加深 这座房子不仅仅是砖石与木材的组合 更是他们共同努力与希望的结晶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房子的轮廓逐渐清洗起来 尽管它规模不大 但却有着独特的温馨与质朴 康特仿佛已经看到了 阿祖法住进这里后的情景 孩子们在屋内嬉笑玩耍 阿祖法在厨房盲目着准备饭菜 以家人围坐在一起 共享天伦之乐 这份美好的憧憬 成为了他继续前行的动力源泉 让他在疲惫不堪时 能够重新振作精神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拼搏奋斗 康特与小男孩 就这样在烈日下默默努力着 他们用汗水浇灌着希望的种子 期待着这座小房子 能够早日成为康特与阿祖法一家的 温暖的新家 为他们遮风挡雨 开启一段全新的生活篇章 康特看着眼前尚未完全竣工的小屋 心中满是忧虑 此刻 家中的生活物资已然消耗殆尽 他不得不前往城里进行采购 然而 一想到母亲的火爆的脾气和近来对他的敌意 他就不禁担心自己离开后 母亲会趁机前来捣乱 康特眉头紧锁 他深知这件事情必须慎重处理 于是 康特告诉小男孩 我去城里的这段时间 你能不能帮我在工地看守着 你的任务就是确保妈妈来了之后 不会把刚建造好的小屋给拆掉 我知道这是个不小的责任 但我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 小男孩认真的听着康特的话 眼神中闪过一丝游雨 但很快就被坚定所取代 他用力地点了点头 康特看着小男孩坚定的表情 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他感激地说道 孩子谢谢你 我知道这会让你很辛苦 但你的帮助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重要 如果妈妈来了 你千万不要和她起冲突 谨量好言相劝 要是情况不对 你就赶紧跑开 不要让自己受到伤害 知道吗 小男孩再次点头 表示自己明白 康特轻轻摸了摸小男孩的头 像是在给他加油打气 又像是在表达自己的信任与感激 最后 康特转身收拾了一下 准备踏上前往城里的路途 小男孩则站在小屋前 望着康特离去的背影 小小的身躯挺得笔直 他知道 自己肩负着重要的使命 不能有丝毫懈怠 他在心中默默发誓 一定要守护好这座小屋 等待康特叔叔归来 等待康特叔叔归来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陪伴 喜欢的家人可以给小编点一个赞 然后把免费小花花送给小编 大家的每一个赞和每一个小花花 都是小编持续下去的动力 在此非常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